纽约曼哈顿暗夜中突然冒出一把火 迅速吞噬这棵耶诞树 画面传到一旁的新闻台 主播气得跳脚 原来这棵耶诞树设置的地点敏感 就在福斯新闻台大门口 虽然发生的时间是晚间 对于不业城曼哈顿来说 还是人生顶飞的时刻 离谱的是这场火烧耶诞树意外 不是落雷批重 不是电线走火 而是人为破坏 让新闻主播当场降下 目前新闻台已经开始清理现场 打算原址重建 不输被烧毁的那颗耶诞树 目前警方还在厘纵火嫌犯的犯案动机 是否有政治因素 只不过距离耶诞节只剩半个月 却发生这样的事件 让民众直呼太扫心 三立新闻众文报道